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岁出锅 快来喽 燕尾桑花出锅 来喽 好 菜得了 来喽 金把手 关啥 关啥不要点两刀菜 兄弟 关啥金把手 整个不成了 看不见吗 看不见吗 时辰到了 我得走了 说啥都不成了 你别走啊 太不像话了 京城边远 天子脚下 堂堂的齐品之县 居然被人刺杀了 成何体统 香河县的支县被杀了 乔老爷的 神出来了 千万别让我这夫人听见了 把我的家事给我 以后叫我四叔先生了 对对对对 先生先生 乃希先生 谢谢 谢谢 瞧老爷的 慢走啊 请你吃饭呢 行行行 慢走啊 你马上挑选一名精明能干的官员 去接任支县 让他迅速查明 马支县被杀一案 其实眼下就有一个县城人选 谁 香河县衙主部 杜子庚 九品主部 怎能跃升为七品支县 不行 可是他 那杜子庚 好像是你六姨太的父亲吧 是 容大人 选拔官吏 可不能寻一己私情啊 今儿御膳房烧这桌子菜 很蹊跷啊 你看这道菜 目猴而观 这道菜 平步青云 这道菜 进水楼台 最有意思的是这道菜 这道菜叫代官出宫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御膳房的厨子 是想用这一桌子菜 来告诉我 他想代官出宫 老佛爷 老佛爷 老佛爷真是圣名过人哪 小李子 我想请老佛爷恩准 让小牛子出去看看 夫人哪 我回来了 夫人哪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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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哪 老头子 我家来信了 你爹 你爹心上说什么 你就跟我说说吧 爹说 他想我 想病了 病得厉害吗 很厉害 自己看吧 哦 病得很厉害啊 他说 我要是再不回去 可能连我爹的面 都见不到了 我为了跟你在一块 我把我爹都得罪了 我离开家这么多年 我陪你在京城里等官 可 可今天官也没等到 我不能再陪你等下去了 我 我 明天一早 我就得回去看我爹了 你 不回来了 我不回来了 我求求你夫人 我求求你夫人别走 不行 我这次 是非走不可了 夫人哪 你再给我两天的时间 如果这两天之内 我再当不上官 那 那你想走就走 我绝不拦你 立步 要给你派官了 我今天见了立步的高叔伴了 高叔伴说呀 说外放的官员有空缺了 这一两天之内就会有定论 好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这道的菜很对我的胃口 宫里的厨子换了一茬又一茬 就你一直没动窝 既然你想出宫做官 等有了合适的空缺 就让你代官出宫 谢老夫 干吗呢 干吗呢 拿下来 拿下来 怎么戴眼就那么晕呢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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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今天那炒鸽子好吃吗 真香啊 你怎么有一股炒菜的油烟味啊 那不是给你 刚才给你做炒鸽子了吗 这根本就不是炒疙瘩的味儿 我这个鼻子呀 什么菜的味儿我都闻得出来 这你是知道的 老实说吧 今天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今天教了一天书啊 教书 跑到厨房里教书去了 唉 我放着好好地撕书先生不做 我跑去绑什么厨啊 那你身上这股油烟味儿 你怎么解释 我今天去董老爷外家教书 教他家二公子 是在厨房里教的书 厨房里教书 谁信呢 董老爷外家那个二公子啊 那是吃的肥头蛋 不到厨房里他就不念书 我只能到厨房里教他读书 他是边吃边读书 边读书边吃 在厨房里读书 真是怪癖 天下之大 武器不有嘛 唉 老头子 还有什么事啊 你等等等等 看 这些银子啊 是我这么多年 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今天啊 你可千万别忘了 要交给那个力部的高叔办 这年头没有银子 谁还给你办事了 我记下了夫人 你就你就别叮嘱了 我这小鸡吃蝌蚪 心中有数啊 走啦 走啦 夫人啊 我走啦 来了您哪 又给您添麻烦了 甭客气您呐 好好 您慢走 好 老伯爷 平常 好好 好好 可好玩了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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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 快 这孩子 老佛爷面前太没规矩了 老佛爷 奴才有事禀报 什么事儿 那 江河县 江河县知县马东阳 前两天被人给杀死了 什么人杀的 现在嘛 还不清楚 知县乃一县的父母官 江河县 道自县 是 古老佛爷 اس封 折法官 皇上 皇上驾到 儿臣给母后请安 起来吧 湘河县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就让玉厨牛不耕 接替湘河县的支县吧 牛不耕 您要让厨子去当支县 厨子怎么了 他也是正妻品啊 亲爸爸 咱大清朝可从来没有过 让厨子当支县的先例啊 这支县乃是一县之父母官 您让个厨子去 厨子怎么了 他能烧得一收好菜 就不能当一个小小的支县 谁说厨子不能当官了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 儿臣是想 从历部挑选一个精明能干的 精明能干 袁世凯精明 李鸿章能干 他能去给你当那个小小的支县吗 这湘河县 闭临京城 又处在通往天津的要道 这支县要是个酒囊饭袋 那受影响的可就是京城啊 皇上要是不同意 那你就去选一个精明能干的 如果你选的超不过玉厨小牛子 那就这么定了 可 把罐泡菜汤 咸菜酸菜可您烟嘞 快点 快点 过来不茶 哎 夫人 您来啦 想吃点什么呀 夫人 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吗 我们这儿好吃的多着呢 有锅天豆腐 红锦虾团 干烧鸡虎 遭溜鱼片 算了算了 算了 你今天没带钱 没带钱 我不是来给馋的 这 您这是来 我就是来看看 看看 哎哎哎哎 夫人 您 您别弄 怎么 你们看看不让啊 我说吧 我说 不是 夫人 那要不我先给您喝杯茶 您坐会儿 别别别别 像是我家夫人的声音啊 您啊夫人您 哎呦哎呦哎呦 他 哎呦我们这儿 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没带钱没关系 下回您来 哎 哎 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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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是来找人的 找人 你找谁啊 你们这儿 有没有一个姓石的帮助 姓石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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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娘子 请问您找谁 我找一个姓石的帮厨 姓石的 我们这儿没有姓石的帮厨 肯定有 你再仔细地想一想 确实没有 不可能 我亲眼看着他进了满夫楼的 要不然 我自己进厨房 就看一眼 那可不成 我们这厨厨不是随便让人看的 就看一眼 一眼也不成 他就在里面 我就看一眼怎么了 我说娘子 您如果实在不想走的话 您到那边先坐会儿 小二 上座 好嘞 那好吧 今天我就坐这儿了 娘子 您请 夫人 您请 这是我家夫人啊 今儿一天 静听你讲洋人的事 让御膳房传膳 喳 老佛爷 您要是爱听啊 我就听听说给您听 掌柜的 来来来 怎么着 有事 过来过来过来 你看见那个女人没有 怎么着 你们认识啊 认识啊 可我不能见她 你想办法 不能让她知道我在这儿 得请她走 那我试试看 麻烦您喽 荣秀 那西亚人宫里 吃饭 和咱们这儿 有什么不一样呢 回老佛爷 那可太不一样了 他们吃的东西 跟咱们不一样 做法不一样 您吃的方式都不一样呢 怎么不一样呢 他们用餐的时候 那餐桌可长了 这皇帝做这头 皇后啊 做紧那头 而且是 吃完一道菜 才剩一道菜呢 皇上做这头 娘娘做那头 那干嘛不做一块呢 人家就这规矩吗 这叫什么规矩 我觉得 还是咱们老祖宗 留下的规矩好 可人家有很多好的规矩啊 比如说 行了行了行了 我不喜欢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 吃饭吧 嗯 谢老佛爷 我说过了 我不是来吃饭 那 那您自己愿意坐着就坐着吧 他不走啊 怎么着 他不走 死我不走啊 哎 你做什么 就是什么的事儿吗 连面都不敢见 我一句话跟你说不清楚 不是 好 太得了 老佛爷 这菜什么名啊 这道菜叫 一掌定乾坤 一掌定乾坤 这个名号 这是熊掌 吃长白山上 三岁公雄的前掌 肉嫩筋软 好吃 这天天吃熊掌 得多少只熊啊 甭担心 长白山上 熊瞎子多着呢 够咱们宫里吃的 别瞅着吃啊 我从小 不爱吃野味 为什么 这太残忍了 我不忍心吃 这小闺女 就是心软 好了 既然你不吃 来呢 把这一掌定乾坤 送给皇上 让皇上尝尝 喝 这 老佛爷是想用这道菜名 给皇上吃个定心丸 让皇上亲政的时候 一掌定乾坤 是不是这意思啊 好闺女 怪不得他妈 总夸得聪明过人呢 皇上 您怎么就不吃了 心烦 没胃口 您老是心烦 没胃口 这也不是个事啊 要不奴才带您出宫走走 散散心 吃吃这民间小吃什么的 休息心情能好点 民间有什么好吃的 有 民间有 有可多好吃好玩的呢 奴才最近听说 那个大师烂 有一家酒楼叫福马楼 里面有个厨子叫金马勺 人称神厨 也能做这个 一掌定乾坤 而且啊 这个吃的人呢 之前都得拴舌而食 什么叫拴舌而食啊 他就是说这东西太好吃了 吃之前呢 把这个舌头吐出来 拿绳拴上 拴上 拴上 蹬上 然后再吃这个菜 要不一不留神 就把自个舌头给吃下去了 真有这么神奇 皇上 要不奴才带你去尝尝 金马勺 不是 他还是不走啊 我今天是乌龟爬到门口上 我是进退 都得摔跤啊 我是没招啊 不行 你出去见见人家去 我不能出去见他 掌柜的 你得想办法咱们走 死活得走 那你说人家不走 我不能把人给扔出去吧 那我不管 您要让我干活 就得把他劝走 这位公子 来来来来 里边请里边请 你们来得还真巧啊 我跟你们说 里边刚走了一桌 来来来 请来请 公子 公子请 这位公子 您先看我们家菜股 我们这儿好吃的可多了 您要吃凉菜呢 我们这儿有花生米 还有那个 呼吸肺片 我们是专门来吃 一掌定乾坤的 一掌定乾坤 这开价可贵啊 小扣子 咱们今天带了多少银子 今儿咱还真没多带 就带了三百多两银子 五千多两银票 你看够吗 够 够 够了 这吃马安全席都够了 那什么 这位公子 你们稍等啊 菜马上就得啊 今天咱们这儿可来了一个大祖宫啊 这回可赶紧烙一手啊 是哪位啊 是为阔公子 人家可是专门来品尝你那道拿手菜 一掌定乾坤的 光现一板就带了三百多两 咱今儿做不了一掌定乾坤喽 为什么呀 你说咱们这么多天 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一个 是吧 点这道明菜的 它怎么都做不成了呢 咱今儿 咱今儿没熊掌了 不可能啊 不是 满汉全息的料咱们都备齐了吗 昨天您不在的时候 宫里头来了位御膳房的公公 说是要跟咱借几只熊掌实实 说宫里头没熊掌了 您说 您说我敢不借给他们 这一借 就咱拿走了 菜得了 反正啊 人家已经付了银子了 点名要吃你这要拿口菜 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 从河南到湖南 这叫南上南哦 有嘞 那一掌定乾坤给皇上送去了吗 送去了 哦 那 皇上他吃了吗 皇上只吃了一小口就不吃了 哦 我送去的饭 他都不想吃 他想吃什么 老佛爷 老佛爷 您别生气 也许是皇上龙体欠安 饮食不香呢 哦 身体欠安 哎 我真是个操心的面 荣秀 你陪我过去看看皇上 老佛爷驾到 公请老佛爷圣安 皇上呢 骑兵老佛爷 皇上刚刚微服出宫了 到什么地方去了 小扣子令皇上去扶满楼了 这个小扣子 这味道只有我家老头子烧菜才能烧得出来 难道那神厨金马勺是他 这就是一掌定乾坤 请公子慢用 好吃 确实好吃 这饼的宫里 不 饼的牛股烧得好吃多了 是 烧这菜的厨子是谁 是我们这的神厨金马勺 金马勺 把他叫来 我来见他 给他看赏 好好好 我这就去 金马勺 快快快 快跟我走 干嘛 你跟我出去见客家 那那客人夸你烧菜烧得好要干啥 不行 走走走 长官员 那个婆娘在外边守着 我不能出去 你 你不想帮我这个金马勺的招牌砸了吧 哪儿都画了 咱们这个 福满楼的生意就靠你这神厨招牌赚大钱呢 那长官员 想个办法把我 把我把我混出去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帮个忙 不是 帮我 帮我帮我 帮我穿上 这都是远近文明的 这味道还不错吧 这味道确实好 掌柜的 四伯人伯父 你也来扶满楼 尝尝他们的饭菜啊 我是在这儿 我要不在这儿 你还不知道怎么骗我呢 我 我怎么敢欺骗夫人呢 我也就是 就是来扶满楼一包口福的呀 那你带这些家是干什么 我 你 你还想没有到什么时候啊 夫人哪 我不是诚心的 您就是借我个胆 我也不敢骗你呀 我只是 只是不想叫你知道我在这儿帮厨 怕你难过 你看做帮厨他赚的银子 就是比做私塾先生多 我是想多赚点银子 让 让夫人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就在 就在这儿帮厨了 所以就跑着来当厨子 是 你真是狗肉上不了宴席 我这么多年 我盘星星 我盘月亮 我 我盘什么 我不就是盘你当恶官吗 回家 你好像我爹有个交代呀 可你当好 你 你跑到这儿当主子 施主相 你太让我失望了 夫人哪 夫人哪 我 我知道我错了 这大街 我这儿也跪下了 我以后就还不敢 那 你说 平时 我对你咋样啊 好啊 夫人对我倒好 那真是感天动地 日月可见啊 那好有什么用啊 烤银 都让狗吃了 那夫人 夫人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施主相识一个 知恩图报的人 那我怎么相信你啊 那 那我就对天发誓 假如我以后再要 再要骗夫人 我就叫这房导 塌下来砸死我 我就叫这出门 叫野狼活活把我吃了 哎呀 谁让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嘛 那好 我不说了 夫人哪 你看你看 这么多人都在这瞧着咱们呢 咱们有啥话回家说去 那拨起来 那拨起来 诸位 诸位 让开让开 让我们过去 让我们过去 走 真的啊 回家回家 让开 让开 快让开 快让开 别说话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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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靠见新爸爸 来 跨起来 哈 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满汉全席里的一道名菜 是用熊掌做的 这 把烧菜的厨子给我叫上来 这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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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 是他 他在那儿呢 他 他是神厨金马勺的 带金马勺 好一个神厨 我问你 这道一掌定乾坤 是用什么做的 回太后 是用 是用老鳖烧的呀 你居然敢用老鳖 冒充熊掌 蒙骗皇上 你算什么神厨 分明是七十道明之徒 来人呢 把这个烧菜的厨子拉下去砍了 得 太后老佛爷 我冤枉 我冤枉 亲爸爸 亲爸爸 不关他的事 饶了他吧 拉出去 斩 听我说 老佛爷 太后母一天下 万民景仰 岂可不问青红皂白 乱杀无辜 乱杀无辜 你是什么人 竟敢胡言乱语 我是他的结发妻子 我想跟太后说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神厨 他根本是金马勺 他 他不过是个帮厨 你不是金马勺 那一掌定乾坤就不是你烧的了 回太后 我就是金马勺 那一掌定乾坤 他就是我烧的呀 那就是说 你承认了你是金马勺 我承认 那你既然承认了 还有什么说的 拉出去 斩了 太后老佛爷 都能斩 请问太后 你要杀的是不是一个厨子 当然是厨子 你请问太后 如果我的夫君她不是个厨子 是不是可以免为一死 不是厨子 那她是什么 你总不会说 她是状元狼吧 民女恳请太后发话 如果我的夫君她不是厨子 是不是可以免为一死 如果她不是厨子 而是身有功名之人 可免她一死 我的夫君 虽然不是状元 叹花 榜眼 可她也是天子门生 二甲晋士 什么 她是晋士 对呀 她是光绪十四年的晋士 二甲三十六名 当年 还是老佛爷 亲自殿氏传炉 赐她参加了恩荣宴呢 既然她是晋士出身 为什么到这里当起了厨子 回老佛爷 我的夫君当上厨子 她也是被逼无奈呀 过错 不在于她 过错在谁 朝廷 朝廷 是啊 那年吃完了恩荣宴 状元到汉林院当了修传 叹花榜眼 也当了修编 其他的晋士 也都当了树极士 所有的晋士 都发官委任 有的当了金官 有的在外地 当了地方官 只有我的夫君 等了一年又一年 一直都不给他发官 好像根本就没有 他这个人似的 老佛爷 我们夫妻俩久居京城 不吃黄粮 没有俸禄 他要是再不出来 找点事干 我们夫妻俩 不就活活的 得给饿死了吗 倘若饿死了二家晋士 那不是给朝廷 也丢尽了脸面了吗 秦爸爸 既然是晋士当厨子 就放他一马 饶他一命吧 只听他一面之词 谁知道是真是假 可以马上传旨 让吏部去查一下暗策 有没有这个人 一查便知啊 老佛爷 皇上说的有理啊 先查明他的真实身份才好 厨子 把你的真名实姓抱上来 我好派人去查底案 回太后 在下姓石 名朱香 石足香 石足香 还是烧菜那套 回太后 不是石足香 是石竹香 女娲 以五色石补天的石 竹而有节的竹 色香味 俱佳的香 因取 康乃新之别名 香石竹之意 顾婊子乃新 好香和半仙 香和半仙 你是香和仙人 在下是山东 在下是山东的焦东福山人士 在下的娘子是香和人士 焦东福山 还是出厨子的地方 回太后 我们老家出过许多的名厨 把厨艺和美味 带到大江南北 把鲁菜的美名 远波四海 亲爸爸 赶紧派人去查吧 老佛爷 让我去查吧 我不在这儿等他 我回宫 老佛爷 你就等一会儿嘛 这进士当厨子 多有意思啊 我去洋车啊 一会儿功夫 就打一个来回 老佛爷 你就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嘛 好吧 给我点上一株香 喳 容秀 你去看看那名册上 要是有它 你就给我拿来 我看看 如果没它 你就不用回来了 等这一株香灭了 我就把这厨子的头 砍下来 掉在城门口上 示众 我看谁还敢蒙骗我 是 老佛爷 点香 施主香 既然你号称神厨 朕倒想考考你 这当厨子是为什么 这当官又是为了什么 回皇上 当厨子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口福 做官是为了给国家和老百姓造福 所以说当厨子和做官有相似之处 你这个说法倒也新鲜 这还是头一次听到 那你说说 这当官和当厨子 有什么相似之处 回皇上 古有刨丁解牛 游刃有余 梁慧王闻之 悟出一番 治国养生的道理 厨子烹饪鱼虾 小心翼翼 唯恐伤起皮 破棋论 要掌握一个火号 这火号是急不得也温不得 只有掌握了火号 方能掌握厨艺之真地 为官者一同治民经国 也要讲究个火号 该急的时候 则要急 该缓的时候 则缓 故老子曰 治大国 犹如彭小仙义 这个石竹香倒是个难得的人才 若委任他为相和之献 倒也合适 香烧尽了 把这冒充尽士的厨子都砍了 喳 太后老佛爷 太后老佛爷 我真的是尽士厨身的 太后老佛爷 我是瞎子掉在油锅里 我死了也是红的呀 太后老佛爷 刀下留人 老佛爷 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 回来了 老佛爷您看 他真的是尽士出身 十二家三十六名 没有撒谎 秦爸爸 那厨子既然真是尽士出身 而湘河县又正好缺少一个支县 何不就派他到湘河县去当支县呢 派一个厨子去当支县 大清国的官吏都死绝了 厨子怎么了 一个厨子能把菜烧好 当个小小的支县又算什么 谁说厨子就不能当官了 那未见得 这可是亲爸爸亲口说的 亲爸爸 那石竹香怎么也比那牛不羹要强许多吧 那未见得 论学识 石竹香满腹经纶 论资历 那石竹香是进士 论烹饪 我看那石竹香烧的菜 也比那牛不羹烧的好吃 我看那烧菜的手艺 也就二把刀 怎么能跟七品御厨比呢 亲爸爸 您没有品尝过他做的菜 当然不知道他的烹饪技术如何 而儿臣则品尝过他们二人 各自做的一掌定乾坤 所以能够判断他二人谁好谁坏啊 你是一国之君 不能凭个人好恶判断是非 可亲爸爸让牛不羹去当支县 不也是凭着个人的好恶吗 那牛不羹除了会做菜 他还会什么 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亲爸爸既然已经归正于儿臣 那在朝廷的事情上 儿臣就有做主的权利 你才亲政几天呢 我就连任命一个七品支县的权利 都没有了 你太让我伤心了 老佛爷您别生气 皇上您也别发火 我倒有一计 可以从这两个厨子里面 挑一最好的去当香河县支县 怎么挑 你说说看 可以让他二人笔厨豆菜 一决高低 谁是神厨 自有定论呢 好 把京城的八大美食家都请了 品尝他们的菜 看看谁的厨艺高 不行不行 我们又不是选神厨 笔厨豆菜 这怎么能断定 他二人谁有做官的能力啊 皇上您别急呀 这第二步就得公堂论断 那怎么个断法 这顺天府离皇宫也不过就一步之遥 从那找上一个案子 让他二人断上一断 谁能胜任 不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吗 老佛爷 就让容秀来煮吃吧 请老佛爷恩准 准了 谢老佛爷 现有牛布羹 食猪香两位厨师 笔厨豆菜 地绝高下 胜者由皇上遇刺神厨美名 加分官爵 现在第一轮比赛 开始